大家好 你看这西瓜它也长得太随意了 今天我要给西瓜做一个模型 你看 这个网啊把它放到里面去 它长出来就有网格了 大家看从这一棵开始 这里有一个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 对吧 那边那里又有一个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 那边也有 因为这段时间下雨太多了 它长那个藤长太快了 然后下雨它又没长那个花出来 我们受不了那个花粉 它就不长那么多了 这种又是另外一种西瓜 这种叫做红火 红火 红红火火啊 OK 现在我们把那个西瓜放到这个网格里面去 给它 带有网格 它长出来 长大了之后 它会挤 然后它就有网格了 我倒看一下 它长大了之后 那个西瓜会怎么样 现在我们把这个龙子套到这个西瓜里面来 这个黑莓盐它是长长的 它并不是圆了 它并不是圆了 我这个西瓜长得很快的哦 我是从3月13号开始种的 然后到现在才有一个来月这样子 它就那么大了哦 因为最近雨水太多了 要不然现在已经有很多西瓜结果了哦 因为下雨它就没有那个阳光 它开出来的话也没有花粉 然后它也不开花的 好了 就这样了 我们就一起看着它长大了 看它长出来是不是有网格 这个黑莓盐它是长的比较长的 它不是圆的 像那边那一种它就稍微椭圆 那一种它就比较大 然后这个黑莓盐它就没那么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别的办法 就是做这个西瓜模型的 我可以根据它想要订的那个西瓜模型 我这样子做出来 到时候我游过去给你 好了 你看我这个就这样子了 我这边有三种西瓜 有红火的还有那种绿爽的 还有黑莓盐哦 分有三种西瓜 嗯我这一块西瓜地是一个防基地 然后拿来种西瓜果树啊这样子 你看这里还种有青菜 我们在这边呢就做这种叫玻璃菜 你看吃不完都长那么高了 然后这边还有那么多菜 而且吃不完了 然后在这一边还有一些野菜你看 像这一种野菜你们那边有吗 你看好多野菜它一颗长在一个位置 哦你看那边有很多 你看那边荒的也有很多那种菜啊 还有这个你看还有那种挤酥啊 现在我刚拿那个网格过来 我这几天我还要做好多种的那种模型 拿出来放 到时候我看哪一种模型比较好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小鹅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那个西瓜模型 到底哪一个才好看哦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了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stellen